視愛裏面的學員是怎樣的呢 還有給他們機會上舞台 真真正正面對觀眾 做一些比較簡單的舞蹈 當然還是要跟著船女去做 當時的Annie 第一件事跟我說 你教他們跳舞 要面對面 怎樣跳的 我就開始丟頭了 我說面對面教跳舞有難度 因為我的左等於右 我的右等於左 即是我要將這個舞蹈 例如我平時練習舞蹈的步驟 就要將它180度的轉變 我一定要解決到這個問題 對我自己來說 還有他們要做得順才行 他們出場好入場好 有一種有點規限 變成我走這邊 我的手要怎樣轉呢 都不是亂來的 所以中間我要放很多東西去想 怎樣才能將這個舞蹈 由一個他們很容易出錯 或者逐到亂來的東西 怎樣可以調背到很順 所以每一次他們演出 或者我曾經帶他們出去演出 我一定要找兩個正式舞蹈員 而且是很厲害的舞蹈員 他們要學了我的毛髮 由這位正式的舞蹈員 帶他們跳 這個效果非常之好 如果你有一個輔助性的正宗舞蹈員 他們是不會記得這一百拍做什麼 第二百拍做什麼 他們是不會 但是他們可以模仿 他們模仿得很厲害 當日在孟常的春節 他們的院長都在場 我跟院長聊天 我說這班就是特殊少少的智障人士 他說做得好啊 OK啊 我變成我就真的整個人醒醒了 他說真是外面的社區 已經接受他們了 但是我已經有細心準備了 出場原本七個人 現在只有六個 或者有一個正常在台口 已經坐在地上 我說算了不要監獄他了 我試了很多雲 已經穿了衣服化妝 他說我不跳了 我說OK 一個人的心理障礙 不是我們用什麼去量度的 他的心理障礙是可以去到極… 一個極點的 不是我們去思想 他的思想 Annie是很好的 真的 經常都跟我說 他是會的會的 他整天一想起搬 他們當時打算搬 一搬他就給我一個計劃 他說有的了 畫了給你的了 你不用擔心了 有的這樣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都給了很多這樣的支持 就是很希望學員 經過舞蹈這個活動 對他們的思想 智力 手腳的協調 活動性 思維 就是我的心願 就是帶他們出去 可以真真正正的 社區裡面正式的表演 我們下次再來 你會選擇 密一點 我們做音 一下 你呢 頭